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都被你們搞了 國家尊嚴一定不會侵犯 所以再給我做一次我們都會繼續 回歸之後這個生活其實就堂堂正正了 就沒有了之前那種殖民統治之下的那種尷尬的或者是憋屈的那種心理 這是一個應有之意 教育工作者本來應該就是應該對自己的國家要有一份的情懷 心痛的心痛的因為等同於我剛才說父母一樣等同於你媽媽被人扔了 那你會怎樣呢?第一時間當然要救他 國家又危難了一時間我不站出來 那我的良心過熱就不去 不要忘記你是中國人 我相信你將來自己為中國人驕傲 我們這個國家大家是不是忍心將它推下去 這個將會是粉身碎骨的心怨 有一次的日子我開車去經過 見到有個人走什麼 我停在一旁 下去救他 接受任何傷害 這樣人民明不正的路 所以我們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不想要給他一個訊息 那些人會給他因為婚姻 我說你買不起我們 你給不起錢 因為我們有火外國的心是無價的 很害怕我們被人欺負 很害怕我們被人欺負 很害怕我們影響了我 辛苦建立的法律 但這個時勢不可以這樣 但這個香港在我們家裡 我們不做沒有人做 我是龍後火 因為我真的很想感染更多的人 繼續去發聲 百分之二百沒有 我們接下來有明天的 我們要站在自己的良心位做 有人說我支持警察 怎樣怎樣 然後就揮拳打我 打我不怕 我認為我自己做的時候是沒錯的 華街小巷的小馬 他會主動去跟我們說 他會支持我們 而試過幾次的場合 我都幾乎流眼淚 而你不去做 不去出一分力都好了 都不應該破壞 我覺得我們的未來 不應該是打雜 我們的未來是要打拼出來 然後每一個人 都應該有一份自己的責任感 我們更加需要 以法治精神 來維護社會的跌势和平 如果不是 每一個人要面對同樣的事情 我現在希望你能夠立即離開 懸崖納馬 給自己一個機會 非常愛香港 維合我著世 不應該有外國勢力干預 最自由已正是三強 將社會不公義的事情 就指出零 更多精彩 盡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幾乎 第一次